是应该杀人都藏命 父母不能受众 这对不起父母 儿子好好照顾我女儿 老婆尝找一个对象 山西恶魔胡文海 一夜枪杀十四名村民 被抓后声称还有三十个人没杀 然而法庭上的一番话 竟被人们奉为真英雄 2001年1月 胡文海开始收集罪证 打垮胡根生 刘海生等人 于是便通过以前的关系 拿到了这几年的煤矿工资报表 经过他的计算发现 大玉口村没矿的账务 亏空高达500万元 竟都是被村里村干部贪污 为了揭露这群人的丑恶 他便再次选择了控告 但以为有了这个武器可以扳倒他们 然而胡文海从镇上到区里再到省里 一直告了八个月 始终没有结果 因为不管他怎么告 刘成到镇上都会被卡住 不给办手续 而在胡文海控告的期间 村书记刘根生多次恐吓 威胁胡文海 甚至安排恶魔将胡文海的女儿打伤 险些毁容 忍无可忍的胡文海彻底起了杀心 于是开始了自己的杀人计划 他先是将自己憎恨的人 以及一些贪官的名字写下 然而前前后后 竟达到了45人 随后又通过特殊渠道 搞来了枪支弹药 在10月26日当天 胡文海以调节矛盾为由 将村书记胡根生和梅框会计骗到家中 并威胁他们写下贪污证词 但二人根本不愿意写 并极力反抗 胡文海一怒之下 拿出猎枪将其杀害 会计当场死亡 胡根生家死逃过一劫 随后杀红眼的胡文海 开始一个个去仇家报仇 三小时内连续杀害了14人 重伤3人 其中年纪最大的71岁 年龄最小的仅仅10岁 全部都是大育口村的村干部和家属 杀人之后 竟害嚣张的 在墙上写了四个打字文海害人 之后便带着炸药包出逃 在乘坐一辆出租车时 被刑警拿下成功抓获 而被抓时 胡文海一脸微笑 似乎没有忏悔之意 甚至在被审问时 声称自己还有30个人被杀 随后站在法庭上 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善良政治的人 为此 我不断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很多人听到好访他为真英雄 虽说他声称自己是为民除害 但犯罪就是犯罪 应该未受到法律制裁 辤ird maintain声真的很器人 不断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